这样呢就把库图图里卡的《奇人骑士》以及《南斯拉夫的近代史》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我看一看 然后给大伙主要来介绍一下这部今天放映的电影 将近三个小时的地下 那这部电影呢肯定是库图图卡的代表作之一吧 因为它的其他的几部电影 包括《生命是个奇迹》 包括《流浪者之歌》 包括《亚莱萨纳之梦》等等都非常的出色 那么这部电影呢 它毕竟更能代表它的风格 就是因为它拿了金箱旅嘛 它拿了两次金箱旅 而且是在第二次拿金箱旅 那第一次拿金箱旅的时候 我觉得会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大伙觉得从走出来这么一个 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导演 然后他又拍着这种类似于 有点就是揭露社会主义 对于银眼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容易在西方得奖 这是肯定的 所以说第二次再拿金箱旅 这就很难了 就是除非你影片质量过硬的话 反正所有的评委都没话说 那么你才有可能拿到第二次金箱旅 那么在95年的时候 它就参展了嘎纳 这个季节嘎纳 我刚才还查了一查背景 它的竞争对手非常之强 包括安哲的尤利西斯宁氏 包括肯洛基的音父之名 还有咱们张艺谋的摇摇摇摇的外婆桥 还有侯小贤的好男好女 那么尤其刚才说的前两个 到现在为止都是影史名作的已经 那么当年他就在里边毫无争议的直接砍下了金箱旅 那么据说得票率最高那些都排在后边 当年他是众望所归 完全没有悬念的拿到金箱旅 那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完全没有悬念拿到金箱旅呢 那么我觉得 因为做这套片子的时候我在想 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给大伙呈现 能说得更好呢 最后我发现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式 来给大伙介绍这部电影 那么只有一种最笨的方式 那就是什么 就是还要拉片子 挨着看吧 我们从头到尾 能把大伙跟这个电影复述一遍 可能大伙就会更对这个电影理解的会更深入 那么首先来看一看这个电影的结构 大伙如果看得仔细的话 这部电影是分三个结构 那么第一章叫什么战争 第二章叫内战 第三章还是战争 刚才说过 库子多卡是喜欢玩结构的 这三个结构 首先它构成了一种轮回 而且它看起来是线性的趋势 完全按时间顺序去推 但是它叫线性递进的关系 它最后你达成了这种轮回 对吧 这整个就是它结构 包括它的首尾 然后仔细看的话 它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曾经有一个国家 那么结尾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还是曾经有一个国家 就是它已经把这主题说得很明白 而且就是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大度轮回 那这是它在结构上 做的一些小花的小的心思 然后我们从头呢 跟大伙捋一下这部电影 可能三个小时看过来的时候 很多人对这电影的情节 可能都忘记了 那么没关系 我们来一起捋一下 大伙看一看 从电影开篇的时候 这些乐队吹吹打打 就是马高和小黑两个人 然后很兴高采烈的 路上奔跑 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刚做了一票买卖 但是这买卖是什么 电影的没有表吧 其实表了 那直接 其实表了 电台里后来说了 那么你看 直接它从这个乐队的场景 切到这个阴影 这都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镜头切换方式 然后告诉你了 他们加入共产党 之前 他们是干什么的 大伙如果看了这电影 仔细想的话 这两个人能干什么 我觉得就是两个地痞流氓 对吧 不会是什么正经人物 那么他们加入共产党 后来从那么所作为 能看出来 马高拿了钱 他们拿大把钱之后 在干什么 找到个妓女 当然也本身是斯拉夫人 本身的这种性格 玩得很荒诞 就是在屁股上插桌花 对吧 还拿一堆镜子的照 从折射里边去看 能折射出一堆屁股 对吧 这就是搞得恶趣味 然后马上他们就接过来 就接到了轰炸这个黑端 因为他前面给他铺垫 就是一万 一万是他弟弟弟 这个动物园管理员 然后他们就看 轰炸一段接得非常好 首先从鸟 鸟的这种惊 惊扰的飞动 然后切到这种飞机的轰炸 而从这个飞机的轰炸开始 大伙就发现这个影片 一个重要的特点 它是把旧的电影的宣传片 给你捡到了新的电影里边 来用 这个轰炸并不是他拍的 这就是当年的二战的宣传片 或者是纳粹的宣传片 或者什么其他电影宣传片 他给捡进去了 这样接过来 接着用 非常好 而且他就省了很多钱 就是他不会再用大的场面去做了 轰炸那场面都不需要了 直接捡过来就可以用了 然后他里边 包括动物 他做了很多很多代表 包括这个星星 这因为轰炸之后会死很多人 对吧 这种场景一定会表现 他没用 他就给死一个星星就够了 好 明显就能感觉到 这完全代表的这种人 另外一个 他里边还有一只老虎 和这只是一只鹅 就是他好多细节 这老虎被炸伤 对吧 鹅后边去咬他 你想 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是在 就是有意义的 含义在里边 你都已经被轰炸了 你们还在咬 还在咬 最后老虎一下被鹅咬死了 然后想一下 这是细节 影片中细节 如果看的话就知道 那么就是代表 他们本身国家的问题 后边会说 这个国家的问题 然后在轰炸的时候 这个表现 当成是这个影片的基调 轰炸的时候 这马高在和季女作爱 然后季女跑掉了 自己还在旁边守阴 非要把这事情搞到高潮才结束 对吧 最后是伴随着这种炸弹的轰鸣 最后达到高潮 这个小黑就更厉害 炸弹都炸了 他底下要吃饭 就得吃 置之不理 他妻子不问的 轰炸成这样 你还能吃饭 置之不理 然后灯被炸掉之后 他是跑到上面去 直接拿嘴巴 灯的电线咬掉 非常荒诞的场景 这个细节 大伙儿都没注意到 他出去之后 要去歌剧院 找他的那个想好的时候 右手拿着一只黑猫 仔细看到没有 他拿这猫去擦鞋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就知道 旁边这是他一万的弟弟 马上走过来 跟一万弟弟说 放心 我会给你重建动员的 然后拿右手 拿一只黑猫 擦了擦鞋就扔了 你仔细看的话 是很多很多小的细节 然后他直接就切到了 这种 我刚才说过 这是这个影片的 一个重大的特点 就是用各种宣传片 接到里面 然后做的这种 变成影片的一部分 那么他这里边 给了几个 一个是马里博尔 一个是萨格勒布 这两个城市 那么这两个城市 分别来自斯洛文尼亚 和克罗利亚 那么当年 这是他们欢迎 纳粹的时候 德军入侵的时候 一个家道欢迎的 一个状态 当时想 这哪个国家都一样 纳粹来了 你看起来都在抵抗 永远有人在欢迎 而且关键 在南斯拉夫这国家 还比较特别的是 刚才说过 它是大塞尔维亚主义 所以说整个国家 其他民族 都是被塞尔维亚欺压的 在纳粹入侵的时候 其他民族是欢迎的 所以说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影像 这是纳粹的宣传片 但是确实如此 所以刚才 刚才说过动员里 老虎和鹅在打 其实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就是纳粹来了 并不是所有人 都深恶同绝 他们借此还在打 所以这是切进来的宣传片 后来但是还有 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宣传片 那就不说了 这是整个德军 其实也是德军的一个 进军路线 所以它里边的信息量太大 德军就是怎么打过来的 马里波尔到萨格勒布 最后打到贝尔格莱德 怎么打过来的 然后这一段 就是相关历史 还得给大伙介绍一下 就德军入侵的历史 一开始 为什么德军去打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这么不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要打他 是因为 那贝尔格莱德搞了一个政变 当时我说过 前南斯拉夫政府 是一个军主立宪的国家 然后一帮军官武装政变 然后政变之后 然后希特勒就怒了 希特勒说 虽然说这个军官 后来又向他表示效忠了 但是我也不爽 就是因为本来 我要做了很多很多安排 因为你们政变 打断了我的部署 所以说他本来要进攻 苏联的军队拉回来 去打了南斯拉夫 但是其实南斯拉夫 真正进攻的军队 叫轴心国军队 就是德军 其实只占很少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达巴尔军 还有意大利 意大利的军队有很多 然后说外 即使德军 也都是二三线的部队 去打南斯拉夫 但即使如此 只用了十一天 他就投降了 因为什么 主要他还是轰炸 因为南斯拉夫 没有什么空军力量 所以直接一开始 贝尔格莱德轰炸 然后他就投降了 包括很多民族 其实在里边没有起太多好作用 因为他没有团结一心的这种概念 然后同时 他投降之后 但是反抗势力一直在 进行抵抗 就是一个是铁托领导的 共产党游击队 还有米哈伊 洛维奇领导 和领导的 斯尔维亚游击队 这两支队伍 其实一直都很壮大 那么最后 为什么铁托能胜利 就是因为最后大伙 这二战 后来就是苏军 进攻德国 整个东线 从苏联到德国 这一片都是苏军打下来的 所以说他 打下来之后 显然铁托就取得 南斯拉夫全国的 实质控制权 成立了南斯拉夫 社与主义联盟共和国 这么一个名字 这是相关的历史 然后还有 大伙在德军入侵的时候 一直在配这首歌曲 大伙 大伙觉得很熟悉 但是可能都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我给大伙介绍 这首歌叫 莉莉玛连 这首歌是哪来的呢 这首歌也很奇怪 这首歌本来是 德军纳粹的一个宣称曲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德军 他最早的时候 而且就是在 布尔格莱德出现 就是在四一年 所以说他这个点 设计都是对的 他就是电影的 就转四一年 布尔格莱德 轰炸之后的世界 就是德军的一个电台 开始像德军广播 这个蓝安德森演的 莉莉玛连 那这首歌呢 他本身是讲一个 女孩等待着自己的男友 从战场归来的 这么一个意思 讲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说这首歌是反战的 所以这首歌导致呢 不光德军爱听 盟军也爱听 导致整个二战战场上 出现的军场战壕里边 那边是盟军 这边是德军 都在听同一首歌 就是莉莉玛连 这首歌整个风靡了 整个二战战场 然后呢 当然后来呢 盖世泰宝呢 以这个扰乱军心为由呢 把这个电台取缔了 这个女歌手莱安德森 也被进了机中央 死掉了 但是这首歌流下来了 然后呢 就是说这首歌呢 在后世呢 其实变成了 对战争的这种控诉了 也是什么 千万人心中逝去的幸福 是象征 就不管了 后来变成反战歌曲了 那最早呢 其实它是一首 德军的宣传曲 所以说这里边 到底是什么呢 就很矛盾 那么这个 库子多拉 把它用在这个电影里边 其实有很多 他的想法 大伙子想一想 这个歌 这个电影里出现了多少次 后来铁头档底 他都用这歌配 你想一想他的想法 就是他借着音乐 在说很多事情 这是库子多卡的一个特点 那这样 我把这首歌 再给大家放一遍 非常好听这首歌 听大伙子想起来 发作品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AIM》 《The AIM》 全这首歌大伙伯或多或少都听过一遍 但是肯定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OK 我们回到莉莉玛莲 刚才叶远说过 法斯宾德拍过这部莉莉玛莲 但是它是根据另一个歌手 莉莉玛莲有两个版本 那么两个不同的女歌手来唱的 那么是根据另外一个女歌手 唱的版本改变她的传记 那是莉莉玛莲 那这个莱安德森 他没有改变上电影 因为他后来进了集中阳 所以说他的故事历史很短 但这首歌流传的广度 还是莉安德森的这首歌 他唱的版本流传的广度更多 这是莉莉玛莲 刚才说过 而且电影里边配了很多次 大伙往后面说的时候 我还会提起 然后大伙说 记得电影轰炸之后 小黑去干什么 他说要去 为了保卫我们的城市 要去侵略者去抗争 其实呢 敢来干什么呢 就是来找他的这个 女演员 纳莎蒂 女演员这段呢 其实就特别有意思 第一他表现对他 还说爱他 还跟他有亲热的态度 然后又拿出了 他那个通缉令 宣赏一万元 对吧 然后就说 你要是让我进监狱 然后对边 有个法拉斯 法拉斯 还有事好 所以说 从一开始 女演员 这个纳莎莉 我觉得他 对谁都没有 真正感情 他就是随波逐流 他也是后来也说了 我就是想演好 自己的角色 然后最好是 能到莫斯科 大剧院去演 所以说 对他来说 那就是他演 所有的角色 都是他扮演的 包括生活中角色 也是扮演的 所以说 这个小黑 他所谓的革命事业 是在干什么呢 那就是基本上 就是在争抢女人 谈恋爱 这是他的革命事业 然后抢了很多钱 然后呢 而且在里边会说了 里边说了很多言论 就是说 这个拿他利亚 跟他说 说整个城市 谈论你这个贼 你偷金子和钱 然后他很理直气壮的说 我只偷富人 然后富人的钱 都是从群人那来的 那这理论从哪来的 显然从共产主义 他理论来的 非常的理直气壮 说出来 但是你现在 你在想的话 这条理论非常的可怕 转到下一个场景 就是马搞马搞 他来到找他弟弟 然后弟弟的时候呢 那个纳粹 已经来到这边了 他说事情已经败露了 说了 从电台里知道吗 他抢了一辆 蛮载武器的 就军需品的火车 那么他们被人出卖了 这里边其实好多细节 这个抢了这火车 这电影里 其实一直都没出现 但是这一火车 军火可一直都在 就是他在 很多很多细节 在说这件事 就可以 你要猜这个 整个叫军火的一些 来龙去脉 你要从他里边 很多对白 你才能找到 然后呢 就因为他们被人出卖了 所以说呢 必须把这些家属 还有很多他们的 说共产党员 都要送入到地下世界 那么地下 从这开始构建 那从这个地下世界 开始有了之后 大伙知道 他们进入地下世界之后 然后整个地上和地下 开始分离 变成两个世界 地上是完全是 原来那样 地下就成为 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大伙知道 一进入地下的时候 他这个威拉 马上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之后 心胜于死亡 就是死掉了 就是完全不合逻辑 为什么死掉 没什么道理 他就是要 他所有的角色的设置 都是他想表达他的意思 那么整个新的 一个新世界的架构 威拉作为一个老世界 地上世界的代表 在新的世界 都存活不了 所以他就死掉了 那么但是 他的新的生命 诞生在了地下世界 这个新的生命 从一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阳光 所以后来 他包括他儿子出现之后 你才有这么多的感悦 时间就要贴到三年后 三年后 还得就是说 到四四年了 四四年马上就胜利了 其实 在胜利之前 然后你看 小黑在干什么 小黑虽然贴着 他王妻的照片 怀念着他的儿子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他们在干什么 天天就分钱 他们所谓的革命事业 就在分钱 保险规里都是钱 然后就是在 争权夺利 他想 这场仗 不叫这场仗 这场争斗 为什么打 大伙想 就是因为三年前 那批军火 他说过那个人 你问他军火在哪 而且里边就涉及到 有的人去把它出卖了 有的人呢 把军火吞掉了 有的人还捅到 他们自己高层 后来 大伙知道 有纪律委员会还在找他们 都在找这批军火 因为军火在谁手里呢 就是在被 他们被打这个人的手里 然后 当然他们打了之后 这批军火跑到 他们自己手里来 后来藏在 在结婚上 争斗着 也非常有特色 大伙就 这边在打 这边随便拉过一个女人 就亲 对吧 黄蛋的样子 包括这个 Margo也是 你看 哎呀 直接把花扔了 去打 对吧 对吧 还摘表 好多细节 对对 很多细节 然后两个人拿着花 就从地下到去剧院 去剧院干什么呢 去结案 就是办了一件大事 但是你想 这还是革命 这跟革命更没关系 就是就抢女人嘛 其实这个女演员 并不爱她 她非要把女演员抢到 而且她用了一种 特别很从容 也很荒诞的方式 把这个女人 劫走了 就把她在台上演戏 包括这Margo 跟着 穿着人群混乱当中 她还要跟着 一下亲那去 亲那个老妇人的脸 然后出来之后 拿手电筒又扮鬼脸 完全的非常的 非常可笑 然后从地下到 然后把跑掉了 那么这个 从这开始 从地下世界开始之后 地下到这个东西 完全已经成了 这个电影一个主流了 这个地下世界 不光有他们那些人 在造军火 整个的到处都是连通的 其实这个东西 存在不可能啊 哪个城市或什么样 地下到 想到哪就到哪 这个电影 就想到哪就到 只要进了地下到出来 想到哪就可以 包括这到剧院 到下一场 然后直接到那个 精神病院 直接从地下到 可以通到 把这个拿撒利沙 结出来之后 大伙就举行婚礼 那婚礼又是一个 特别特别 这个电影里边 婚礼特别多 你想想 从一开始的时候 到这结婚 后来他儿子结婚 总是婚礼 婚礼婚礼 然后总是在 狂欢 所以说即使在 敌战区 他们还这么 嚣张的 举行这种 狂欢的聚会 对吧 然后绑着这个 拿撒利沙 然后呢 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 我亲自审判 出卖灵魂的人 就是说 他认为 拿撒利沙 为德军演戏 就是在出卖 自己的灵魂 就敌人一等了 我是共产党 我是抵抗军 对吧 我所以就比你高一等 所以在这条上 其实拿撒利沙 也是非常不喜欢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没摆得当成 一个真正的人来看 不知道你大伙 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觉得 就是更多的是一种 拿撒利沙 自己的象征 虽然已经上到桌子上 其实还是活的 非常恐怖的 被两个人 拿枪打死了 这都是非常非常荒诞的 一个景象 在婚礼之后 两个人就反目了 其实就是说 其实这个拿撒利 一直在勾引这个马稿 就是他觉得 马稿可能会 能帮助他很多 我觉得他不是 真的喜欢马稿 待会从后部戏 能看出来 但是马稿显然觉得 还是他更好吧 觉得自己更配 这个拿撒利沙 因为应该是 配你一个知识分子 应该配一个 有教养的人 你不能配一个电工 对吧 小黑只是电工 而且他咬牙切齿 就是说一个前工 对吧 就不是电工 一个前工 然后呢 但是之后 马上就被小黑发现了 所以他说 但是你发现 小黑的武力 还是比较强嘛 所以说 马上就被摁倒在地 爬在地上当马骑 然后三个人 又重归于好 挤在一起唱那首歌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 在德军来的时候 弗兰斯来 来救他们的时候 第一反应 这个拿撒利 直接跑掉了 直接就跑掉了 然后第二反应 这马稿开船跑掉了 然后把这个小黑 给撂在这儿 小黑就被抓了 然后这船里 大伙刚才说过 军火都在这船里 这批军火去哪了 其实都一直都不知道 就是他在之前 有个细节 就是他纪律委员会 来找他 让他交出这批军火 他说就在这儿 但是他没有给纪律 就是这批军火 也没有到共产党手里 但被他卖了 又扯远了 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里边的细节 就是这几个人 一直在卖军火 其实这不是 库斯托卡杜转出来的 因为就是铁托 这个整个的 不结盟运动里边最大的丑闻 就是他一直在向 不结盟运动的 所有国家卖军火 这是后来 一直也爆出的丑闻 所以说他这里边 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就后来就营救 刚才说过地下道 可以通往任何一个地方 于是跑到精神病院 然后来救这个小黑 然后这个场景 我记得也特别有 印象特别深 他在勒死弗兰斯的时候 这个呢 他也是本来拿朵花去打他 然后很无力的 然后后来就说 弗兰斯对不起 就是那种状态 就是真的他发现 他对每一个人都没有感情 那么就是完全就是 在利用所有的人 谁强他跟谁 然后就小黑又很悲催的 被自己的手榴弹炸伤了 这段我觉得设计的 特别可爱 被手榴弹炸伤 进入了地下 然后他也进入 正式进入地下世界 那么马高呢 终于把这个 拿他丽莎取到了手 那么而且他 这从这说的 也是特别有道理 马高一说 你的黄子撒得那么动听 然后他说我从不说谎 从不说谎 在整个电影里 马高说了至少四五回 后来你仔细想想 他说的真没有说谎 他说的 你认为是谎话 他觉得不是谎话 下一个场景 就是他们解放了 整个纳粹失败了 然后铁托领导 这个游戏队 取得南斯拉夫的胜利 那么他用的一种 一花接木的方式 其实刚才说过 从德军入侵的时候 就有过这种方式 就是他们用宣传片 这是南斯拉夫自己的宣传片 然后他接一个镜头 接一个自己演员演的镜头 然后就变成了一起的 这是南斯拉夫游击队 解放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场景 然后他接上一个 马高站在这解放的镜头 然后铁托接见各种领袖的时候 接着一个马高站在里面的镜头 于是马高就变成了 铁托的朋友和兄弟 成为了一个政客 这种方式在里面用的很多 然后就直接进入了第二部分 就冷战了 然后就是说一下子 过去十几年到61年了 到61年 马高首先成了一个政客 成了铁托的亲密伙伴 然后他最后终于偿还了罪过 后不再说 但时间上就已经到61年了 20年 地下整整过了20年 但是小黑其实进去没有20年 他是44年才进去 三年之后 44年才进去 他是进去17年 但是61年的时候 小黑变成什么 变成了烈士了 英雄被所有人都敬仰 所以你就想想 咱们的黄继光和董托人 那种东西怎么来的 所以这里特别多 你和咱的国家联系起来 就是这样 特别成为烈士了 然后马高在这 马高还是一个特别好的诗人 写那种诗人特别煽清 我觉得写的相当好 然后你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真是有才 又有才 又有能力 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导演明显就是拍马屁 然后要拍一个传机电影 而且名字起得非常非常的骚 叫春天降临的白马身上 对吧 就是明显是像马高 像妹妹的诗人的电影 你得起一个诗意的名字 然后他镜头一接 就是小黑已经成为烈士了 其实小黑并没有死 小黑还在地下世界 其实活得还像一个皇帝一样 活得非常爽 这几组镜头 地下室的镜头 会看出来 地下室一个 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系统 一个小社会 包括你喝的水 然后水的循环 在利用各种东西 各种小的东西 在里边都有 它虽然看起来很粗糙 但其实里边做得很精细 很精细 春天降临的白马身上 而且这里也很可爱 这不是两个人来探班吗 这个马高和纳达 他立刻来探班 探班的时候 本来是 然后看到小黑之后 他一定要演戏嘛 然后突然去说 你们为何杀了你啊 我的朋友 为何对吧 显得特别动情的样 结果演员的反应是什么 电影里边能有人保护演员吗 我都被烧伤三次 待会儿有印象力的桥段 我看的时候 会笑疯了 都会 就是这样 这种黑色油墨 用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后来导演上的示意 赶紧拥抱 他再把这个马高抱起来 想想这桥段 小黑的儿子要结婚 然后他要决定派两个人 一起下到地下室 那下到地下室之前 两个人争论了好半天 这一段场景 那么这段场景呢 他们的争论 其实是关于马高这个人 他的一些世界观的一个体现 那么后来把这些话 还是给你写下来 因为单纯结婚那张图片 完全没有办法展现马高的世界 那他列上 本来给那他列上写了一个剧本 就要去演 被这个德军领主之后 然后再去参加小黑的婚礼 然后他觉得剧本 不管是作者导演是谁 就是垃圾 然后问我怎么想 就是那么想的 然后说马高 你其实是个诗人 你应该去写诗啊 然后马高就跟他说 这个剧本里缺什么呀 那他列上说 缺真相 马高说 真相什么是真相 说这本书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真相只存在于真实的生活当中 你就是真相 而且不存在真相 只有你的信仰 只要你演什么 什么就是真相 而艺术就是谎言 明天大谎 我们全是说谎者 或多或少 那最后呢 他列上给他一个反应 就是你这个人渣 那你想一想 他这段话就代表了 其实统治者的立场嘛 我不觉得 我给这些地下人 制造这些谎言 天天拉警包 让他们造枪 是一种错觉 他们也许 在那样生活才好 他就站在他的角度上 去想问题了 我觉得对的 就是你们就觉得 都是对的 那这就是整个统治者的一个 理论的一个基础嘛 思维嘛 思维的方式 所以这马高就是这样 什么叫真相 那我说的就是真相 这是真实生活 就是真相 你没跟我说那些真相 都不存在是真的真相 你信仰这些就是真相了 所以说这里边呢 其实这个 酷子多卡电影 其实对白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唯一的段 比较重要的对白 就出现在这 其他的更多 他通过表演 通过道具 通过一些影像 来表现他的一些想法 那么这就明显的是 镜头切换问题 这个我觉得 当时看的是觉得 非常漂亮 就是他有个情绪的切换 就是最后 接上刚才 刚才说 那他列上 说的是人渣之后 两个人在这亲密 亲密之后 这个拿他列上 抬头看到吊灯 两个手扶着吊灯 转就马上要达到高潮了 直接切什么 直接切过来 就是大桶水 泼下来 然后这个拿他列上 就变成被灵主之后 躺在这的一个状态 这是完全那种 完全高涨的热情 这个凉水一浇 那会想一想 状态完全对 就是那种 真的跟着镜头 感觉进去的话 这个觉得他设计的镜头 实在是感觉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婚礼 婚礼大伙就是 一看一上来 就看到他新娘在飞 大伙觉得特超现实的场景 他告诉你 我不超现实 一点都不超现实 因为他后面给你 你看 这底下这个车 在特级上面 有一个平板撑着 这还有两个壮汉 拿着那个鼓风的带着在鼓 就告诉你 这不是特级 不是超现实 就是真的 都告诉你了 然后这飞来飞去 飞了好几次 最后他就从天上 站下来这个桥端 到底是怎么做的 不知道 但是相信他都是做出来的 因为库托托卡 接受采访的说过 说他的电影 没做过什么 后期的特效 没做过 都是靠前期片场的道具 来完成的特效 包括这种 都是靠片场特技 就是靠这鼓风盖 其实就是古老的 好莱坞 我没有那么多电脑特效 只能靠现场特效来做 他就做这块东西 然后在婚礼的时候 大伙就发现 三个人的关系 还是很纠结 因为本来他来了是 这作为小黑的爱人来的 可是他们俩是夫妻 所谓的家在中间 是没有办法 面对这两个人的 所以说 因为发现他说 我们不喝醉的话 我说没有办法面对你们 必须得喝醉 我们清醒的是 没法面对 包括他后来 在一直起舞 被绕这个坦克的炮管 我觉得这里有很多 很多隐喻在里边 但是 然后包括到最后 跟小黑说 我们的整个生活是谎言 其实他已经把真相都说出来 但是小黑不理解 他觉得就是这样 他对这种人来说 你说真话给他 他也许觉得还是谎言 然后之后 那个大伙觉得 Sony把通过坎克尔大炮 把这个地下通道打通了 其实很脆弱 这个地下室外面 就是地下通道 可以通往任何地方 可是打通了之后 只有那个Evan跟着跑出来了 其他人都没有出来 他们就习惯了 那个地下社会 他们就是 不可能走出来了 所以说这都是细节 然后这个Evan跑出来 就更奇怪了 就发现地下通道里 开着好多汽车 这已经完全超现实了 这汽车 你看这两个牌子 这是什么 雅典 这是柏林 他那个地下通道 可以通往世界各地了 就是你看很多 包括还有通往那个都林 和罗马 都完全哪都能到 就是地下社会 这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连公路都有 就是公路 然后在里边 会在那很超现实的场景 就是在运坦克嘛 坦克是坦克兵上 坦克上坐着人的干嘛 都是文艺兵 在谈手风琴 这就是 库图卡特有的一种处理方式了 他认为这种武器 本身是一个 对人类是一个伤害的东西 那么他说 用什么来化解 这种音乐 那也是他一直做的一件事 整个电影也是 那种音乐化解掉很多东西 地下室被打破之后 其实小黑和他的儿子跑出来 他们为了来结束这场战争 他们认为二战还在继续 然后很奇妙的 就是他们正好接上了那个电影 就是白马 春天降临到白马身上 那个电影 所以无缝地契合了他的错觉 就是德军还在占领着贝尔格拉德 对吧 然后就一通杀戮 但是这里边 其实杀戮并不重要 不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 他什么也没见过 所以出来 你看看到鹿的时候 他说是马 对吧 指鹿为马 看到月亮的时候 说是太阳 对吧 什么也没有见过 包括看到那个鱼的时候 认为是鱼雷 然后终于在太阳 就是凌晨的时候 日出的时候 说这个世界都很美妙 那是他真的感慨 所以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新生儿 所以说他后来 在教那个儿子游戎 其实就像一个洗礼一样 他是在重新接受 这个新的世界 但是他能接受吗 显然接受不了 为什么他死掉了 他接受不了 他只能死掉 所以说下一个场景就是 然后就死了 就是他父亲 在教他游戎的时候 去打直升机了 忘了他 然后就被淹死了 淹死的时候 从这就开始 那种失忆的感觉都出来了 对吧 他淹死掉下去之后 直接看到他的新娘 然后和新娘两个人就游走了 可是父亲追下来的时候 看见了一条鱼 把鱼扒了 把鱼扑开之后呢 自己进入了鱼网 被困在里边出不来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 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或者很多其他的 整个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前呢 他是挣脱不了这个牢笼 其实都是这种象征的手法 让Marco要走了 跑掉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崩塌了 完全他们会出卖他 然后说他临走之前 说了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 这个国家容不下城市的人 到他走的时候 他还认为自己从不说谎 他是一个很城市的人 然后这个地下世界就崩塌 他用炸药炸掉了 就几个崩塌的镜头拍得非常漂亮 然后崩塌之后直接接的是什么 他接的就是铁托的葬礼 你想想 在他这里边好多细节 地下世界整个崩塌掉 然后铁托葬礼 这是连在一起的吗 你想想铁托的葬礼 其实就是整个南斯拉夫崩塌的开始嘛 然后铁托的葬礼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细节 你知道我知道铁托在作为不结盟运动的这个盟主 他的威望很高 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来到了铁托的葬礼 那么而且是东西方冷战战营里的 同样重要的人站在一起 包括美国的副总统 包括萨切尔夫人 旁边站在阿拉法特等等这些人 都站在一起为铁托送葬 那么中间我还截了一个图 这儿是谁 华国锋 这都是真实的宣传片 华国锋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少人提这名字 但是就是咱中国领导人 当时是领导人也出现在这 铁托的葬礼是全世界的 一大什么政要的大聚会 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接上刚才那个话说 地下世界的崩塌 接铁托葬礼 而且我刚才说过 这首歌他放铁托葬礼 配乐是什么呢 还是零零马脸 这样你结合到一起 你就发现他的态度 他真的觉得这是神圣的吗 这是很值得歌颂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用很多小的细节 在说他自己的意思 然后第三部分我们又回到了 就是战争到冷战 第三部分又回到战争 那么又到九几年了 到九几年的时候 医院在这个精神病院住着 然后说了 他的官方资料他已经死了 他在1941年 贝尔格莱德轰炸的时候就死了 可是他现在还活着 50年过去他还活着 所以这很奇怪 然后他而且他跟说 他地下有通道 他现在在哪 在德国 他说了 他在德国怎么来的 从地下通道汽车里来的 他说他地下通道 通往世界各地 这个事都不可信 大伙就很荒诞 然后医生就说了一句话 接了一句话 就是共产主义 就是个巨大的地下室 就是这样 他就把这个电影的真正的意思 给你捅出来了 已经在这儿了 共产主义就是个巨大的地下室 然后他这医生 还在跟他解释 说马稿谋杀了地下室的人 还在买卖军火 他最后他发现 原来马稿一直在骗他 终于 整个所有 他的整个信仰和希望都崩塌了 因为他觉得哥哥 是他世界上对他最好的人 可是一直在骗他 于是呢 这就接到这段 刚才说过 这个库图卡斯基本身的乡愁 就是说碰到联合国这个士兵 问他南斯拉夫在哪 南斯拉夫早就不存在了 告诉他 没有南斯拉夫了 他就独自呢 就在地下通道里 又找到了宋尼 这很奇怪 就是说 唯一一个在地下通道 一直守护着这个国家的是谁 那就是这只猴子 他们比其他人都没有在这守护 只有猴子 二十多年 还在地下通道里待着 而且他们 见着猴子之后呢 马上你看到地下的 旁边墙壁上的雪叶 然后就接到上面 接到地上在干什么 就在打仗了 然后图图卡电影 就是动物多到什么地步 就出现这打仗的场景 旁边还有猪在啃人的死尸 就是这样 出现很多死尸 当时地下通道的雪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都是镜头这么接过来的 然后一晚到地面就碰到他们 然后发现 现在就是什么 他已经到内战 但是他具体是哪场内战 他并没说 我觉得其实不符合 我刚才介绍任何一场 因为没有那场仗 是打到贝尔格莱德的 贝尔格莱德只被轰炸过 那他只是一个虚拟的 因为他这仗要求在贝尔格莱德打 所以他就拍成这样了 然后小黑就成了一个军官 然后成为一个 而且独立派军官 我不属于任何一方 是塞尔维亚 什么乌斯塔 塔莎 还是什么木族的 都不是 我就是小黑 他说我就是小黑 马高了 还在卖军火 卖军火 对过和他谈的人是谁呢 就是库斯图卡 如果自己自己看的话 那是库斯图卡 自己客串的一个小角色 然后就是弟弟 随便发现了他 然后拿拐杖 把他想要打死 其实没死 他装死了 因为他的愤恨无法发泄 最后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发泄 然后之后 他这就是镜头 就一个接一个的比 整个的天才的创意都出来了 首先伊万就自杀了 因为他已经把哥哥杀死了 他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地方 就自杀 而且自杀的方式 是挂在这个教堂 这个钟的绳子上 然后随着钟的一摇一摆 然后他就再上一下 然后死了之后 你看这个场景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注意 整个的教堂 有烟火飞过 直接飞出一头 一只大大鸟 超现实的画面就出来了 然后这更让人惊讶的 就是这个马高和这个纳塔利沙 然后被他的小黑的士兵 打死之后点火烧了 然后他轮椅 一直在转 然后小黑拿着护照 发现这两个人 就是他最挚爱的朋友的时候 然后就在这儿 只能是哭诉 我找不到冤 我找不到自己儿子 然后这个轮椅 一直围着十字架在转 而这十字架是个道的 十字架 耶稣是个道的像 然后这轮椅就一直可以迎着风转 那么转 那么转 这个场景设计就是 真的只能佩服 这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 但是这个场景 整个是这个电影 对这个电影特别好的一个诠释 当然你说 我一句两句 他也说不出来这种感觉 但是他感觉特别对 就是像是忏悔 又像是毁灭 然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 这么一个场景 他就表现出来了 然后最后 电影就进入结尾 大伙子想想 其实电影 讲到这的话 活人就剩一个小黑和一个猴子了 其他人都死掉了 那显然的最后 其实小黑也会死 所以这电影的所有主人公 都死去了 那都死去 他用了一种 特别特别好的处理方法 就是首先你看 他的儿子在水井中呼唤他 然后他就跳下去了 在水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所有的人 那他立刻 马高 然后连最后的乐队都出来 都在水里游啊游啊游啊游 然后镜头一转 这有孤岛 然后先是一群牛群上来 然后大伙都在这狂欢聚会 那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包括威拉也回来了 包括那个他的弟弟 他弟弟其实电影里 是没有没有交代了 后来怎么样 这显然会死 因为他是被他们救走 肯定会被德军杀死的 他的弟弟是个瘸子 坐轮椅的出来了 然后伊万本来是个口吃 然后又突然变得特别的 说话特别流畅 然后大伙 所有人都一笑敏敏仇了 这也跟说 我能原谅 但不能忘记 对吧 然后威拉也原谅了 小黑 所有人都互相谅解了 然后达成了一种 特别很和谐 大伙一起在一起 唱歌跳舞喝酒吃饭 然后最 然后呢 伊万又说了一段话 就说我们应该记住 祖国那些伤痛 悲伤和快乐 我们应该像讲童话那样 对孩子说 曾经有一个国家 这不就轮回了吗 其实我把我们的 整个电影回过头 可以再讲一遍的 然后这都 这还都不算 如果他在这结尾的话 我都觉得已经是 非常好的结尾 他更厉害 就是这帮人在这 一边唱着跳着这块岛 从大陆上割裂开了 直接裂开飘走了 然后飘完了之后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局 就是说 这个就更厉害 就是不知道 库兹兹卡当时 怎么构思到 这么一个细节 就是说 因为他们本身 爸爸干上个半岛 你再来争来争去 最后 即使你们都大声谅解 最后你可能也 完全从欧洲脱离开了 没有人理你 你就是在古岛上 活着 就看起来很美好 其实很悲哀 所以这 这都有想 就是我 而且我觉得 这个东西 完全不是特效做出来 你大伙子仔细看 这是好几个长镜头 组成的一个画面 高处这种远景 长镜头在拍 不知道他的特效 怎么做出来 但是非常漂亮 很真实 那么这个整个结尾 接下来 就是说 这个是影史上 最有名的结尾之一 不能是最好的 但是最有名的结尾之一 那么长达 将近五分钟的一个结尾 而且他是用了一种 最合理的方式来表现 当时想完全所有人都已经 因为所有人都纠结到极致了 没有办法再处理了 那么他就给出一个 最合理的处理方式 就是所有人一笑敏 然后最后 这个岛被从大陆剥离开 然后这么漂 而且他们要浑然不知 最可怕的 浑然不知 还在这么继续唱歌跳舞 这种状态 所以说这个地下 他当时能拿到金森旅 他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 然后其实呢 对地下呢 就是有个访谈 就是关于库子托卡 整个对电影的一些看法 我最后呢 把他截了一部分出来 就是我刚才说这些 都是我的理解 其实库子托卡 自己有他自己的理解 可是我仔细看一下 他自己理解 基本上都是对铁托的控诉 并不是对电影的一些看法 你看 首先说 在南斯拉夫 你做些地下勾当 只要你想就可以 逍遥法外 铁托只是一群 法外乌合者的首领吧 就是他就是 这是他对铁托的看法 然后就是 他说铁托 我刚才说过 他是不是有苏兰 捷列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代表 他是反斯大林主义者 他说铁托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为了求生存 而变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 从执政到去世 没有践行过任何民主政策 这个国家 一直停留在 1945年的状态 这就是他对铁托的看法 包括他就很奇怪 就是我刚才说过 南斯拉夫当年的物质水平 是最高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边 那么他还说 人们评价政治体系的 好坏的参照点 是操视着价目 这很荒谬 就是他认为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其实如果那么好 后来也不会产生 这么多分裂 和这么多战争 对吧 然后最后的说 这个特效的问题 就是说地下里 我没法做特效 所有的片子 就是建构在一个 可以把一群人困在地下20年 这个事实上 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个特效 在家任何特效 都毁了这个片子 那事实上我也去了解过 它里面所有的特效 都是就是做的 在表面拍摄前做的特效 而不是抠奇电脑做的特效 都是这样 所以说基本上 还都是实拍的 然后再啰嗦一句 就是这部电影的配乐 是非常的有特色 管约中的非常的多 非常冲击力非常强 那整个就是这个 高兰布列格维奇 来做的这种配乐 那OK 那这样呢 基本上就把地下 这部分的内容 给大伙做了一个 简单的介绍 然后今天给大伙 介绍的内容 就这么多 那么希望大伙喜欢 有什么问题 咱下来接着讨论 好吧 谢谢大家